大家好 我是福德胖早 我们今天继续来看一下这一批回来的币打的怎么样 这一批上次我就说了 那些以前都开的不是很好 过来量量的也不少 来看看 一个 两个 三个 这些都是假的 这些都是假的 然后这个是不装 这几个是对的 这个是05 这个前轮是05 这个也是05 这个是没有的 不装 这边都是假的 这几个都是假的 判断是这样子的 然后看一下是吧 我猜的还是比较准的吧 这几个应该是05 然后这几个是假的 然后仍然它会都打 我们看一下 然后这是一个贵州同源半分 哇 这个还给了个45分 这个能卖不少钱了 一个09 一个差弱四十 来一个地方 这几个是不对的 这个是不装 这个是假的 大概是这样子啊 其实这个币呢 就是可能对方就是不装 他就是觉得可能这个地方有修补啊 这种就是很常见的一种情况 然后这个打了个09啊 又打了个09 加南高一元 加成打了个09啊 然后这个是敌化一两 打了一个一分啊 打了个差弱四十五 这个不错 这个其实打的特别好 把这个同源打了个四十五分 挺好的 其实 行吧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凉凉的还比较多 这个传扬还打了个四十五分的 弄不好还能博一下P这个传扬 确实挺好的 没有什么划痕啊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币 其实就应该去送P盒了 不应该送公博 嗯 这个公博能打四十五分的 其实也可以去博一下P的 嗯 因为其实这个都是个人送的分 个人还是打的挺严的 这个其实算不上啊 这边的话就是直接凉凉的啊 好多凉凉的 这些都是05的 两个05 这里这里三个四个都是假的啊 这里四个币都是假的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判断吧 这个比我上市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说了 像这种包姜完全就是一致没有过渡的 很奇怪的 这往我就没碰到过对的 还是有道理的 知道吧 有的时候我也看不出它哪里假 但是就是这种类型的 我就没见过对的 所以呢 也是一种判断 反正啊 行 啊 拜拜 拜拜